王子毅回国带礼物。范澄澄是玩偶,林彦俊是拖鞋,粉丝,差别对待。 喜欢9%的成员王子毅,并时刻关注他的网友,肯定都知道。 最近王子毅去了美国看NBA的决赛。 而且受邀赴美的王子毅一到国外就放飞了自我,猝不及防给自己搞了个脏扁头。 去观看NBA决赛当天,还换上了红色的观战服。 把自己弄成了一个美国的街头少年。不过。 这样的王子毅也有着别样的帅气,真的是没有王子毅不能消化的造型啊。 虽然出国看场NBA决赛很开心,但是9%的南京战粉丝见面会即将在明后两天开启。 为了和大部队集合,王子毅也马上就要回国了。不过,既然出国游玩。 怎么能不给队友们带一点伴手礼回来呢? 7日晚上,毅泽王子毅在美国街头商场。 为9%等其他成员们选购伴手礼的视频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粉丝在感慨9%对员们兄弟情深的同时,也对王子毅为队友们挑选的礼物充满了好奇。 视频里的王子毅,最先拿出的一份礼物,是一个包装在盒子里的玩具狗。 王子毅表示,这是要送给陈丽农的礼物,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具狗。 希望农农能够喜欢。看来,在王子毅心里,陈丽农就是一个孩子啊。 喜欢玩具狗的话,不知道在王子毅看来,陈丽农的真实年龄到底是几岁呢? 接下来出场的礼物,是王子毅送给范澄澄的玩偶,这也是一只相当可爱的考拉玩偶。 。 据王子毅所说,范澄澄很喜欢这样的玩偶。看到这里。 小编再次对9%成员们的实际心理年龄产生了怀疑。 陈丽农和范澄澄原来都喜欢玩具的吗? 看来粉丝们已经知道下回给爱豆送礼,怎么样才能投其所好了。 而在这段视频的最后,王子毅拿出的竟然是一双拖鞋。 并且表示这是送给好兄弟林彦俊的,送范澄澄和陈丽农的都是玩偶。 玩具,到了林彦俊这儿就成了拖鞋,这是在搞差别对待吗? 没想到,之后王子毅还隔空喊话林彦俊,把这双拖鞋送给你。 记得要把我的拖鞋还给我。所以王子毅的拖鞋是被林彦俊给霸占了吗? 看来林彦俊这个林制霸的名字真的没有取错啊,他已经成功制霸了王子毅的拖鞋了。 而看完这段王子毅选礼物的视频后,不少粉丝都哭笑不得。 原来林彦俊竟然没有没有拖鞋穿吗?王子毅也是很照顾林彦俊了。 还专门给他买拖鞋。不过,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林彦俊没有拖鞋穿。 还强行霸占了王子毅的拖鞋,真的有毒啊,林彦俊还要不要面子了。 而王子毅送了林彦俊一双拖鞋,就是为了拿回自己的拖鞋,也真的是很可爱了。 除此之外,在这段简短的视频里,我们还能看到王子毅还选购了NBA球衣等等礼物。 不知道他又打算把这些东西送给谁呢?Nine Pristan,李,除了范澄澄。 陈里农和林彦俊之外,其他四人都会受到来自王子毅的什么礼物呢? 不知道在南京站的粉丝见面会上,哥哥们愿不愿意和粉丝们分享一下,来自王子毅的NBA之旅的伴手礼呢? 感谢您观看这篇文章,喜欢记得点赞留言,谢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